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本来在院里玩的好好的 有豆包豆馅 还有小花牛小美 还有他老了花球 我们在这玩的挺好的 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矛盾 小牛牛自从回来之后 经常状态慢慢的恢复了 他俩虽然有的时候 打架但从来都是心有不理的 我们昨天看了 花生是怎么教训他儿子的 又看了花生是怎么教训小豆包的 然后我答应你们今天看看 小豆馅是怎么挨欺负的 下面就开始吧 但究竟为什么打我也不太清楚 你看 这突然间有块 两只小豆腐狗 平时都温温顺顺的 突然给月月正名 小花牛的内心深处是比较像的小豆馅的 你看上去咬小豆包了 行了 别打了 差不多得了呗 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你不觉得尴尬吗 我们都觉得有点尴尬了 下来吧 别在你身上嫩着了 你也起来吧 是咸的吧 行了 赞了吧 没什么热闹可看了 小花牛想帮忙也没帮上 是咸的 他们打架啊 结果被喷得一身口水 快起来吧 明天给你们看看 小花牛是怎么把小豆包制服的 敬请期待吧 好